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个中产档 今天谈谈横市问题 主要想谈两件事 第一,我們上次講了一手樓空置稅 有些網友留言,原本想說在這裏嘲笑,為什麼沒有? 我指教一下 話說有些網友聽完我說,其實一手空置稅完全沒有用 很不高興,於是又提出了一些質疑 第一,他就說一手樓空置稅如果是無效 所以就要徵收土地空置稅 這個問題就是稅沒有效,而不是因為稅有問題而取消它 於是他們就提出了所謂土地空置稅的概念 我自己覺得會講這些話的人,其實真的相當缺乏常識 如果你真的不懂,你是不需要特別去彰顯你自己的母資 其實土地空置稅分兩樣,第一樣就是生地 生地就連基建都沒有,那你怎樣徵收土地空置稅? 因為你都未有興建馬路,那你要逼他建樓 這是沒有意思的 那可以隨便建一些,建一些鐵皮 是的,然後就是屬地 屬地就是可以規劃到建 其實現在政府已經有一個五年半的建築規限 就是由他批地給你開始,你就在五年半內要建好樓 五年半的規限其實已經是對於土地空置的限制 我不明白你為何還要加床墊屋,再加多土地空置稅 當然我亦要講,這個說法不是限於網民 是連香港01這些左家媒體都是支持 基本上他們先讀書,那些左家媒體都是先讀書 研究一下,因為那些左教,甚至大學教授級 都完全是完全,對於整個土地,對於整個流程是甚麼都不懂 但我再去講一切空置稅,土地,或者楊正英辣椒 誰是沒有用的,你吃了止痛藥,那一刻是止痛的 那就是有用的,每一種扭曲市場的政策 或者它只是在一個時效是有用的 但是你習慣了就沒有用的 那時候你可以釋放一些土地出來,那一刻是有用的 但是有用了半年,或者有用了一年,那算不算有用呢 即是他們連基本上,甚麼叫做有用,甚麼叫做沒有用 或者這麼好的政策,甚麼是有用,甚麼是沒有用 他們都未知,就夠膽出來評論,就夠膽出來寫東西,夠膽出來講話 那裡無知,那個無恥,才會令人家震驚 那些是有用的,你都未知 現在政策有用了兩年,難道你希望整個弱 然後整個弱之後,整個世都沒有用,立即搞定所有問題 是不行的 第二個謀誤是甚麼呢 就是他們經常都說,現在你是不是認同地產商 大量團職這個空置單位 那是不是你覺得,團職單位對這個社會是一件好事 這個有下分量 第一,地產商是不是有大量團職空置單位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說過 包括你們這班人喜歡的本土研究社都說 其實就算釋放了,對樓價都沒有甚麼幫助 連那些左膠都已經給予你立場 這件事純粹都是你看不上那些有錢人 這樣說好不好 究竟地產商有沒有大量團職單位 那其實他們,你首先要說甚麼是團職單位 整件事,我想他們說出來 即全部人說出來是不用腦 亦都不懂的 甚麼是團職單位 我團職一個單位當然是需要成本 行不行 我不會突然團職一個單位 因為成本是很高的 是沒有辦法能夠做到團職單位 但是你看見,譬如說我講很多年來 鑼琴苑或者是紅森半島 我看那些 他們其實中間這麼多年來 可能出了很多年 發展商是有一堆單位還沒賣的 那堆還沒賣的 那堆還沒賣的全職呢 他們正在出租 但當然如果他們覺得市好的時候 他們一路慢慢推出來 慢慢滲出來 因為他們維持價格 所以他們會全職 那算不算全職呢 即是他們會出租了 或者有一些單位的貨尾是沒有賣的 那些是貨尾 即是周時我給你聽 一個樓盤 可能一些貨尾是十年之後才能賣出的 那有些會出租 多數都會出租 有些是不出租的 那這些算不算團職呢 那當然在團職是有成本的 團職你要是對後市的看法的 即是當什麼時候 譬如說當是2000年的時候 01年、02年的時候 市去看跌 那他們就不團職 那他們就快點 快點賣掉 因為他們看跌 到時你就想限制它 你不要賣這麼快 可能是 但問題是 因為他們其實覺得樓市都是看好的 那他們就拿著一些慢慢賣 因為他們會上去 那慢慢賣的時候 那如果他出租了 或者過幾天 因為他當然不會一個單位 他可能hold住一、兩年、三、四年 不賣住 因為一個空置的單位 你比較容易賣些 但問題是租出了就難賣些 但問題是租出了 那種種因素 那些人是完全不懂得房地產市場 就出來亂吹亂吹 那我不知道 我的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我支持團職嗎 當然支持團職 你說如果這件事沒有 明天會死 那我就反對 現在都有的 戰略物資、奶粉、糧食都會有 你不會明天不租那間屋出去 那些人會死 這件事叫私有產權 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 都是建基於私有產權 什麼叫團職呢 如果我有一個單位 不hold住不賣都叫團職 那我現在都在團職我的現金 我現在家裡有三間房 但我只有兩個人住 那我就在團職起碼一個房間 如果我有兩個人住一間房 我就在團職兩間房 那我是不是要把這些團職的地方 全部放出去 然後你如果說團職就是一個罪行 不是很簡單 你要做一件事 要立刻令到香港樓市 即是回復你們心目中的價錢 槍避地主就行 搞什麼土地空置稅 你抓幾個地產商出來 然後立刻明天民調 調到維多利亞港 跟所有人說 哪一個再減 是搞團職單位 全部都好像他那樣 明天的樓市就玩完了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比較溫和的方法 不用一定滲費地產商 譬如說 你看見北京有很多四合院 四合院收地很麻煩 為什麼收地很麻煩 因為四合院是住了很多戶人家 那為什麼四合院會住很多人家 就是因為最初的時候 大家說 你有錢人 李嘉誠的家裡有錢 這麼大一隻住 賣幾隻不行 我們就搬五十個家庭進去住 四合院本來有戶人家住 後來有幾十戶人家住 就是這樣 你搞這麼多遊行示威有什麼用 直接操入李嘉誠家裡 個個都撞爛他的門 然後一人八間房 我現在講一個很嚴重的政策 就是因為你現在本土研究社說 我因為香港現在有幾多個單位 或者有幾多間屋 或者平均追著面積是多少 其實是夠住的 因為平均追著面積是百多尺 一百六尺 一百五十二尺 那你是夠住的 只不過因為分配不平均 是 本土研究社是這樣說的 因為分配不平均 當然分配不平均 李嘉誠住了一萬多尺 不用說 很多中產現在住一千尺都太多 你只需要住兩百尺就夠了 你不就間開四間房子給人住 只要分配不平均 就可一樣的 假如問題 我承認是事實 我們都不是很反對 全香港都是分配平均 你分我家我不要緊 我也有分你家整間 沒錯 大家一人住一百六十尺 所以他們說 因為分配不平均 所以是分配問題 這個就是本土研究社 或者很多阻礙他們說的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的 只要令樓平均分配 我們大家只住在李嘉誠家裡 這樣就搞定了 最後一個 他就說 你這些地產商覺得一手樓空置稅貴 你就不要買地 你不買地 然後地監不低 然後一樣可以令到樓價便宜 你怎樣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是一班豬 也是這樣說 你根本上不買地的話 你都不會留價 樓價便宜了 但你沒有地 你都不是增加了你的居住環境 這個樓價其實是一個很複雜問題 香港實際上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因為實際上太蠢 亦都沒有辦法 短幾分鐘的解釋 要用一個很長的時價解釋 但總而言之 我這樣說 如果所有地產商不買地 那你認為樓價是會升還是跌呢 樓價是會升 因為所有人都仍然要買屋 但你的地可能會建建公屋 那些公屋就是分別買不起樓的窮人住 那你想買樓的私人住戶 那你就沒有辦法買樓 好 簡單 其實就是這樣說 我只能告訴你 他們根本上 整個對於房地產市場的認識 是負數 應該這樣說 現在這個土地政策關係 其實他們經常都說 你為何要蓋樓給地產商賺錢 其實香港今天 今時今日 你越是不蓋樓 地產商賺更多 我可以這樣說 我賣過新鴻基的數 不過他們當然不看 因為他們不識字 他們不是很懂得分析的 客觀 我可以這樣說 新鴻基 它絕大部份的收入 是來自收租 收租收租收入是贏了賣地收入的 而賣地收入呢 喂 蓋樓要花錢 收租不用錢 即是說 你突然間 蓋樓其實回報是很低 收租回報是1-2% 它收租即是投資回報 即是說 其實收租的額的收入 我想是 蓋樓收入的十倍 所以你們一路說 不要被人蓋樓賺錢 那你就得人不蓋樓賺錢 所以我也說 由大約2019年開始 我是全線看好樓市 全線看好樓市 全線看好樓市 不是關於什麼外在環境因素 或者什麼政府土地政策 而因為香港實在有一群左膠 是完全在幫助樓市升溫 一旦有這群人在 而這群人可以出聲 周圍去 我們說是愚化香港人 香港的樓市 只會買走 就不會買錯 這樣說 我不能夠用左膠來用 我只能夠說蠢 那些人在我心目中 他智力是 豬狗的智力 即是是一種生物的智力 不是一種人類的智力 但是香港那種 豬狗生物的智力的人 是很多 但我也要說一件事 由年初到現在 樓市又升了 上年還說 樓市大家都倒閉 PK死了 但你看回 如果香港人 還是很堅持幾件事 譬如搞不到這個單程證 你就不可以搞填海 不可以增加土地供應 或者現在你一手樓空置稅 不行 我們就要逼到地產孫 地都買不到 你都買不到 不准買地 如果有這些支持住 我覺得你有閒錢 又有經濟神力 你真的不可能不在香港買 即是建基於其他人的取消 然後我要再說 我不介意這件事 因為我現在有樓威首 你沒有 現在好處是我不是你 他有公共為首 那就是 大家打個和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